如果把一个科学天才放到原始社会 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呢 大家好,我是馆长DQ 今天我们继续说全人类被石化的故事 石纪元 某个看似平常的早晨 热血小伙大树激动地走进教室 大喊着Leaflag 那今天一定要对暗恋五年的女神表白 天才少年兼好友的千空淡淡一撇 拿出个玻璃瓶 表示里面是能使女人一见钟情的超级费罗蒙 只要喝下去 100%能告白成功 然而大树只是看了一眼 便随手到了 他才不屑使用这种阴招 说完便转身走人 当时旁边的同学有些蠢蠢欲动 可千空一根火柴过来 击碎了他的美梦 他早就知道大树是不会喝的 玻璃瓶里的不过是用塑料提炼的汽油而已 身为大神级别的天才 制作这些东西简直小菜一碟 另一边 大树在操场上找到女神小杠 刚准备表白 天空却突然出现一片绿光 下一秒仿若激起波澜的湖面 这道光芒以极快的速度覆盖全球 所有受到照射的人类都在瞬间化为石像 然而身体虽然成了石头 思维却还在 凭借着一定要对女神表白的信念 任由斗转星移 山河变幻 终于在几千年后的一天 石像裂开一道缝隙 他重新获得了自由 看着面前完全不同的世界 大树恍若隔世 他扯下树藤 遮掩身体 做的第一件事 当然是寻找女神 好在学校的那棵张树 经过岁月洗礼 已经变成参天古墓 在他的保护下 小杠的石像可以说是毫发无损 大树高兴之余 历世一定要救他出来 然而话还没说完 发现树干可有流言 他迫不及待地跑到下游 竟然在那里见到了好友千空 距离出现绿光的那一天 已经过去了3700年 这么长的时间里 千空一直在默默计数 由此可以确定 现在是公元5738年10月5号 而且早在半年前 千空就已经苏醒 从零开始制造出了面前的树屋 还有基本的生活物品 如今有了大树的加入 头脑和体力强强结合 千空的愿望会更快实现 人类从石器时代 发展到近代文明 一共用了200万年 千空保证 他要用科学解开石化的秘密 并一口气追回200万年的差距 大树在复活的山洞里 看到了用来收集液体的陶罐 那些滴下来的液体 来自于蝙蝠的粪便 主要成分是硝酸 千空怀疑 两人的复活和它有关 特意找来被石化的小鸟实验 然而无一例外 全部失败 他思索片刻提出一个新的方案 如果有酒精的话 就能搭配硝酸 制作工业腐蚀剂 醒到这里 大树灵光一闪 忽然想起路上发现的葡萄 就这样 经过碾压 搅拌和发酵等一系列流程 三个星期后 两人顺利盖得到葡萄酒 虽然味道差强人意 但是用来制作酒精还是没问题的 接下来最大的难题在于蒸馏 淘气易碎 稍微搞不好就会裂开 春去冬来 直到一年之后 两人的研究终于获得突破性进展 用腐蚀叶唤醒了第一只燕子 看着鸟儿斩翅高飞 大树激动不已 决定率先复活小杠 然而就在腐蚀叶快要洒下的一瞬间 他猛然意识到不对 小杠没穿衣服 苏醒之后 岂不是要光屁股 于是打算先把他带回营地 刚准备动身 树林里突然传来野兽的嘶吼 一只雄狮缓缓出现 在现在的世界 狮子毫无疑问处于食物链顶端 两人一路狂奔 身后的狮群也紧追不舍 被抓住只是时间问题 危急关头 他们决定赌上一把 用解药复活了号称 灵长类最强高中生的狮子王狮 自从石像中苏醒 了解了眼前的情况后 以不符合人类的武力值 一拳就干掉了领头的雄狮 击退了石群 新伙伴如此凶猛 大树欣喜若狂 但千空却并不乐观 斯的实力太强 如果稍微有点坏心思 那可就糟了 不过目前看来 对方不太像是个残暴的人 几人回到基地 在简单的介绍过后 正式组成了搭档 斯负责捕猎 不管是天上跑的 地上飞的 还是水里游的 总之就没有他逮不到的 大树终于实现了 吃肉吃到爽的愿望 晚饭过后 千空带着它们到海边捡胃壳 这是制作碳酸钙的重要原料 作为体力担当 大树当仁不让 拿起锤子疯狂敲打 将它们全部碾成粉末 别看石灰平平无奇 其实有四个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一 农业 撒在地上可以提升土壤的品质 第二 建筑 将其与烧制过的沙子混合 可以获得水泥 第三 与海藻中的碳酸钠及油混合 能够制成肥皂 千空的智慧让斯颇为震惊 毫不掩饰地表达他的尊敬 但千空始终对他抱有警惕 对第四个作用闭口不谈 趁着大树捡贝壳 刺给千空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少年家境贫寒 想要贝壳帮妹妹做条手势 但是那片海域的拥有者却不由分说 直接将少年当成盗贼打了一顿 那个少年正是曾经的刺 心中的愤怒 让他一拳垂掉了旁边石像的脑袋 他当然明白 这与杀人无异 但与千空想要拯救 所有人类的理念不同 斯只想要复活年轻人 在他看来 那些肮脏的老者只会掠夺和压榨 他不想再让这里变回成原来的世界 花音刚落就准备朝一个石像动手 千空却出手阻止了他 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不同 失造一天会成为敌人 以防万一千空决定死守解药配方 然而下一秒 大树就指着药水冲过来 泄露了洞穴里奇迹之水的存在 千空内心崩溃 只好主动透露出洞穴的位置 然后以复活夜不够为借口支开词 自己则趁机调解配方 顺便将真相告诉给大树 大树虽然不明白所以 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 还是坚定地站在千空这边 很快脚调好 小杠也成功苏醒 但没时间给两人温存 似已经从洞穴返回 看到他慢慢逼近 大树挺身而出冲了上去 千空也拿出制作好的弓弩 在旁边助阵 然而对方实力太强 在轻松躲开弩剑的同时 还能反身踢向大树 这足以击杀熊士的力量 却被大树硬生生扛下 倍感惊讶的同时 斯发现对方并不打算攻击 大树表示 只要不杀人 自己随他殴打 以斯的思维 显然不能理解他的行为 千空也深感头疼 直接一石头放倒了这个憨憨 双方暂时达成和解 约定好各不妨碍 等斯走后 千空看着手中的弩剑若无所思 在这个世界 想要打败斯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发展武器 三人重新启程 前往80多公里外的死火山 寻找硝酸原料 冲突路过一条河流时 大树发现 小杠的脚上 还有部分皮肤成石化状态 而用复活液恢复后 原本疼痛的地方 竟然也随之愈合 千空告诉他们 这是因为石化解除的时候 其中细小的破损连接上了而已 三人在黄昏时抵达目的地 他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 为的可不是泡澡 而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火药 想要制成火药 硫磺必不可缺 好在温泉附近遍地都是 这是用来对抗斯的纠结兵器 终于要诞生了 与此同时 斯也察觉到了几人的计划 千空他们必须抓紧时间了 制作火药的三种原料 硫磺 木炭和硝酸甲都已经凑齐 将它们混合搅拌 再加入葡萄糖提威 然后锤打 压石成团便可大功告成 然而大树锤打时 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周围的环境极容易产生黄铁矿 于是石头摩擦之下 刚做好的火药就这样爆炸了 幸好没有造成伤亡 杀术剪准备完毕 千空和大树开始处理刚才的灰尘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远处的森林里 居然也出现了一堆狼烟 位置和丝相反 说明这个世界除了他们 还有其他人存在 千空情绪激动 非常想给对方打信号 可是这样做也会暴露自己 安全和未来到底该选择哪边呢 他略微思索 决定赌上一把 浓烟冉冉升起 原有的材料已经耗尽 在大树和小杠收集木材的时候 斯急速逼近 柔弱的小杠最先成为俘虏 斯挟持着人质来到千空面前 威胁他交出复活配方 千空内心挣扎 碍于小杠的安全 也只能如实相告 斯得到配方自然再无顾虑 他一把甩开小杠 决定给千空最后一次机会 放弃科学 跟着他混就能活 面对抉择 千空的脑海中 不禁浮现出少时的回忆 他从小就梦想能前往太空 父亲为了支持他 甚至卖到车子 专门打造了间实验室 没错 科学是他唯一的信仰 对于这个结果 斯其实早有预料 手中的棍子猛击脖颈 但随着清脆的鼓裂声 千空慢慢倒向地面 千空对科学坚定的信仰 让斯只能选择斩草除根 即便他也曾幻想过 如果两人相识于世界石化之前 或许能够成为最好的朋友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等大树赶到时 看到的就是千空倒地的一幕 他痛哭流涕 却又无能为力 斯的实力太强 只能智取了 只见他搬起石头扔向天空 吸引注意力 小杠默契地抓起火药罐子扔过去 斯一脚踹碎 却没想到这也是计划的一环 石头落地砸到火药上 轰的一声剧烈爆炸 趁斯的事先受阻 两人扛起千空一路狂奔 大树不相信千空会死 以他的性子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与自杀无异的蠢事 一定还留有后手 大树拼命思索之时 小杠突然想起 千空之前总是故意扭动脖子 两人连忙查看后颈 果然发现上面还留有一点石化的痕迹 再加上千空曾经说过 石化解除的时候 会将细小的破损愈合 这救人的方法也就不言而喻了 复活液洒向脖颈的瞬间 石化随之解除 断裂的骨头也成功修复 迷迷糊糊中 千空的记忆回到半年前 那时他刚刚苏醒 克服重重困难 好不容易才活得像个人样 明白只靠自己太勉强 准备拉个体力入伙 巧的是 挖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大树 接下来千空研究室开张 目前看来 只有人类和燕子会被石化 这其中一定隐藏着什么规律 他深入探究 无意中在洞穴里发现了硝酸 拨下一缕头发做实验 竟然真的解除了石化 然而还没高兴多久 他就发现 除自己以外 这液体对其他石像根本不起作用 千空怀疑 这可能与自己从未停止思考的大脑有关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几千年来 他消耗的能量会超过两万亿焦 也就是说 他通过动脑 一直在消耗石头中的某种东西 只要将它去除 就能复活所有人 接下来的时间 千空不断进行实验 还将智能方程写在衣服上提醒自己 而大树能够苏醒 也是因为千空将他拖到了洞穴 如同千空最终唤醒了大树一样 在天空彻底放晴的那一刻 千空也成功复活 小哥还特地送给他一块兽皮保护脖子 美名其约 科学的旗帜 随后千空交给两人一个任务 混进斯的队伍当间谍 在斯的认知中 千空已死 他们可以借助这个优势掌握敌人的动向 而千空则会独自离开 找到升起狼烟的神秘人 拉他们入伙 组建科学的革命军 就这样三人兵分两路 踏上了各自的旅程 另一边 斯察觉有人跟踪 停下了脚步 身后的一名少女缓缓出现 二话不说 直接发动了攻击 其超出常人的战斗力 让斯也感到有些震惊 原来少女目睹了他之前的暴行 认定他是个内心阴险的混蛋 斯轻松打开匕首 从刚才的对话中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位少女称千空为妖术师 认为爆炸现象是山的怒吼 说明他并不是从石像中复活的现代人 而是纯粹的原始人类 对于这种没有威胁的土著 斯不屑一顾 直接一拳干翻 砍断树木压在少女身上 让他慢慢等死 巨大的响声引起了千空的注意 他飞速赶过去 利用杠杆原理吊起树木 救下少女 而女孩已经被深深率到 听见对方的告白 千空只感觉麻烦 但琥珀毫不在意 得知他要组建科学王国和斯对抗 果断决定加入 第二天 琥珀灌好用来给姐姐疗伤的温泉水 带着他回到了自己的原始人村落 负责守卫吊桥的人是一对兄弟 分别叫做金狼和银狼 按照规矩 他们拒绝一切外人入内 琥珀文言正要用武力压迫 千空却哈哈一笑 用肥皂吹起了泡泡 原始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顿时满脸震惊 银狼最先认怂 选择找人帮忙 刚好他的帮手就在附近 克罗姆是全村的智慧担当 人颂外号天才妖术师 只用一眼便看穿了泡泡的原理 并对千空发起了挑战 两人找到块空地 克罗姆最先出手 燃起篝火 掩饰其控制火焰的能力 不停地变换色彩 惊得其他人目瞪口呆 但对千空来说 就如大学生做加减法 他随口便揭穿了其中的秘密 克罗姆心中大惊 但依旧装作波澜不惊 用力摩擦过后放出细小的电流 然而千空依旧是一口说出答案 这不过是将硫磺装进陶罐 然后用火加热的产物 看我用效果更好的皮革来试试 虽然克罗姆的发明 对现代人来说只是小儿科 但在原始时代 能想到这些 无疑是一位超级天才 这种稀缺人才 千空怎么可能放过 直接宣布收纳当了小弟 还顺便占领了 克罗姆收集的各种矿石 紧接着千空加热 朱砂制造出水银 将金狼的长矛变成了耀眼的金色 虽然对战斗没啥用处 但是看着帅啊 金狼表面上不为所动 心里却暗暗窃喜 而银狼更是一脸的羡慕嫉妒恨 看着兄弟俩的表现 收服他们 指日可待 与此同时 琥珀将温泉带给了姐姐琉璃 作为部落的巫女 琉璃拥有极高的地位 但他从小就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随时都有可能去世 克罗姆就是为了救他 才走上妖术师的道路 千空听见克罗姆的请求 决定将3000年前的事情告诉他 如此庞大的信息量 将少年吓得不轻 想到如此辉煌的文明 一瞬间就化为灰烬 克罗姆心痛到泪流满面 发誓要和千空一起夺回这个世界 而目前最要紧的事情 就是制造出科学的万能药 抗生素 救下琉璃 但显而易见难如登天 想要制作抗生素 只有两种途径 要不走从生物身上 提取青霉素的生物路线 要不走从石头中 提取华安类药物的十支路线 不过在这个原始世界 想要获得青霉菌 比买彩票中500万都难 所以大家一口同声地 选择了十支路线 但这个方法需要大量人手 毕竟光看图表 就能体会其制作的步骤 多么复杂 第二天 三人拿着克罗姆贡献的磁石 开始在河流里寻找铁杀 一个西瓜头突然飘过来 表示想要帮忙 人如其名 孩子就叫西瓜 千空正缺人手 自然是来者不拒 在之后的交谈中 他猛然发觉 这些土著竟然知道 日本陶太郎的故事 而传播故事的人就是琉璃 这下千空更加坚定 要研制出抗生素 铁杀收集完毕 接下来要将它们全部变成铁 但是炼铁所需的温度 要有1500度 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需要不断往里面输淡了的空气 于是 可是直到大家全部累趴 铁杀也还是铁杀 经过这么一遭 大家深刻意识到 必须优先扩增人手 想要笼络人心 就得了解村民们的需求 西瓜主动请阴 潜伏进村子蹲墙角 其中的村花三姐妹 想要高富帅当男朋友 小胖则是吃腻了烤鱼 想要尝口新鲜 虽然第一个要求千空无能为力 但来份美食的诱惑还是不成问题的 刚好材料就在西瓜手中 要知道钩尾草可是小米的祖先 只要将它锤打脱壳 洗净晾干 再磨成粉末 就能制成代替面粉的钩尾草粉 然后加入野鸟蛋 用灰汁和碳酸钙提高弹性 最后揉搓烹饪 热腾腾的拉面就闪亮出炉了 这新奇的口感 原始人哪里受得了 简直让人欲罢不得 眼看大家吃的停不下来 千空自信满满 第二天便推着小滩车出现在的吊桥前 果不其然 这股超越时代的美味 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 而除此之外 一位不速之客也趁乱跑来蹭饭 那就是心心念念着 可乐的心灵感应师 幻 这家伙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出了名 千空自然也有所耳闻 虽然知道他谎话连篇 但不重要 反正吃过拉面的人都得给我干活 趁着焕累到生无可恋 千空套出了他的来历 对方果然是撕的手下 原本的任务是过来探查千空是否还活着 可在看到铁炉后 他改变了主意 毕竟有了铁器的帮助 很难讲露死谁手 对焕来说 只要自己能舒服地享受 谁是赢家并不重要 经过了一天一夜的辛苦 铁棒终于练成 但千空并不打算用他来制造武器 而是准备制造发电厂 仓库里有现成的铜块可以制作铜丝 只是要是能打雷就好了 那花音刚落 天空电闪雷鸣 好嘛 想啥来啥 琥珀等人喜出望外 可制作发电机需要强力磁石 得让雷电击中铁棒才行 但需要的道具都没备好 眼下机会难得 那么必须赶紧行动起来 首先将拥有绝缘性的七叶在铁棒上涂云 然后搬来一块桥板刻钩 灌入铜叶 再把凝固成型的铜线绕在铁棒上 最后爬上山顶 抢来晶朗的长矛当作支架 剪一板引雷针就此形成 下一秒雷霆降临 强力磁石搞定 换看着大家兴奋的样子 突然有种不妙的预感 果然 千空这发电厂竟然准备用人力发电 加工金属片 打磨铜盘 经过一番折腾 人工发电机也成功诞生 现在万事俱备 只差工具人 同时转动圆盘需要操作者 具有极高的默契度 金狼和银狼无疑是最佳人选 之前的金枪被雷电烧成了灰 换用重新修捕作诱饵 凭借一副三寸不烂之蛇 顺利拐了两人当苦力 发现兄弟俩都很能干 千空终于可以放心进行下一步实验 用蒸过的竹纤维当作灯磁 他爬上房顶连接电线 点亮了时隔三千多年的第一抹光明 虽然很简易 但也标志着电力时代的到来 换望着眼前的发电机 心里有了决断 几天后村子里将举办御前鄙视 赢得冠军的人不仅能够成为琉璃的丈夫 还可以继任村长的职位 上次的鄙视中 村里的恶贵马古马差点成为冠军 琥珀最后出面才打败了他 如果让这种无赖当上村长 他们的实验估计也就泡汤了 事到如今只有让他们科学王国的人赢得冠军 而几人之中 战力最高的除了琥珀以外 也就只剩下金狼兄弟 于是作为参赛的主力军 两人开始在琥珀的手下接受魔鬼训练 克罗姆斯人从小就喜欢琉璃 只要能救下他的性命 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四日一大早 焕已经朝斯那里奔去 昨晚千空已经和他达成了协议 用他最喜欢的可乐换得他投靠科学王国 焕这次回去是为了帮他们拖延时间 正次被焕骗住的这段时间 千空决定加速制作万能药 而其中需要的一个重要材料就是玻璃 淘气已经无法支撑后面的研究 况且西瓜所谓的模糊病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近视眼 有了玻璃就可以为西瓜制作一副眼镜 让他真正地看清这个世界 众人文言立刻精神一振 开始疯狂采集龟沙 随后又将之磨碎 放进火炉中融化 加上之前从贝壳中提炼的碳酸钙 最后一步加入千水片大功告成 当然想要让玻璃变成镜片 还需要经过打磨 经过无数次的调整 新世纪的第一个简易版眼镜研制成功 戴上他原本模糊的世界 第一次在西瓜眼中变得无比清晰 与此同时 与琥珀对战的金狼 又一次因为出招太浅被打发在地 原来他的眼也近视 只是碍于面子 从未对外人说过 获得了玻璃 下面自然是要制作实验容器 将黑药石加热和产生气泡 用气泡做成的整形炉 能更好的隔热 接下来就是吹玻璃环节了 听起来简单 实际操作难度 五颗星 吹毁了一堆玻璃后 克鲁姆直接绑来了村里的手艺人卡斯吉 琥珀背上的盾牌就出自他手 别看人老太隆中 实则老猛男一个 有了他的帮忙 精美的玻璃瓶很快成型 科学实验室也组建成功 千空的科学王国终于初见雏形 接下来就是化学的根基 硫酸了 千空以要银狼帮忙寻宝为名 帮他造好了银枪 看着自己的武器如此拉风 银狼高兴的不行 然而他很快就兴奋不起来了 千空带着大家来到温泉附近 告诉了他这次的使命 银在遇到某些元素时会变成黑色 接下来银狼要举着长枪组的队伍前方 一旦发现枪头变黑 要立刻后撤 否则会瞬间死亡 没错 他们要找的宝藏就是看似美丽无比 实则却杀人无形的硫酸壶 眼前的这片区域 积聚着浓重的硫化氢和二氧化硫 一旦不慎吸入 顷刻皆会失去生命 看着被湖水吞噬的乌鸦 大家吓得四次发抖 然而硫酸是发展化学的必要原料 危险也得上 但不能无脑硬上 千空返回基地 在卡斯基精湛的手艺下 防毒面具很快做好 只需添加浸满碳酸钾的活性碳 用来中和并吸附毒气 这道对抗硫化氢的化学屏障就完成了 抱着必胜的信念 千空和克罗姆再次来到硫酸壶 他们必须争分夺秒 一旦吸入的毒气过多 防毒面具很可能来不及净化 然而尽管已经足够小心 还是出现了意外 硫酸喷溅出来 腐蚀了千空的管子 好在克罗姆及时提醒 才没有酿成大祸 但也正是因为这一分神 克罗姆一失足 静止倒向了湖中 千军一发之际 银狼及时赶到 用长枪接触了他下落的身体 三人终于战胜自然的力量 获得了化学的根基 千空等人顺利采集完硫酸 制作抗生素的必备物品 到此也准备完毕 接下来只需要将它们加以组合 首先将硫酸加热放盐 再连接上卡老爷子爆肝 做出来的滴水器 就能得到盐酸 然后把硫磺同样加热 放入刚做好的盐酸 得到绿黄酸 下一步垫解盐水 获得氢氧化钠 接着收集虚虚得到的氨气 万能药的主要构成 也就基本备齐 最后只剩下三样材料比较麻烦 碳酸氢钠 本胺和乙酸钢都需要酒精 巧的是 如果能在明天的预前比试里获胜 村里会提供喝不完的酒水 也就是说 他们必须赢下这场决斗 而为了获胜 千空和银狼他们 决定利用规则的漏洞 尽可能让赛场上多点自己人 尽可能地去消耗对手 增加获胜的概率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比赛的第一轮 战力最强的金狼 就倒霉地对上了马骨马 这运气简直飞到极致 幸好千空另有准备 拿出杀手锏 特制红牛 得知里没有石昌蒲能够振奋精神 西瓜自高奋勇地出去多收集点 直到比赛开始 也没见他回来 马骨马的手下 这时传来消息说 西瓜不小心掉进了水里 急需人去救 虽然大家都知道 他100%在撒谎 但万一呢 速度最快的琥珀决定赶去查看 与此同时 两人的比试也拉开帷幕 经过之前的训练 金狼已经脱胎换骨 一时间和马骨马打得不分上下 而模糊病始终困扰着金狼 最终被马骨马揍趴 这时西瓜及时挣脱束缚 赶回了村子 看见金狼眯眼的表情 察觉到他也患有近视 于是用力将头盗扔向金狼 戴上科学的眼镜 金狼战斗力瞬间飙升 不仅能敏捷地闪开攻击 还能以欺人之道 还制欺人之身 眼看就要取胜 意外却突然发生 马骨马不讲武德 趁机偷袭 伴随着清脆的碎裂声 西瓜头盗四分五裂 金狼也受伤昏迷 这一局马骨马胜 第二轮比拼很快开始 由克罗姆对战马骨马手下 两人就如菜鸡互拙 水平相当 看到虎珀即将回来 于是他立马躺倒认输 于是乎克罗姆获得胜利 但虎珀也因为晚到一步 直接失去了参赛资格 与支对战的千空顺利进击 强力的对手全部落败 唯一的正经战力也就只剩银狼 他压力山大 靠着狂吃石昌蒲嗨了起来 沉浸在满星幻想中 不料在咖啡因的辅助下 他竟然爆发出了强力的猛攻 即便被打得鼻青脸肿 依然把对手捅下了悬崖 半决赛开始 轮到克罗姆对战马骨马 两人实力差距太大 克罗姆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然而身体的强弱 并不能代表一切 看到旁边的西瓜头套 他心生一剂 扬起沙子 趁机把面具护在怀里 然后挑起镜片直冲对手 他打算利用凸透镜的聚光原理 做最后一搏 尖攻见状暗叫不好 西瓜的镜片是会导致散光的凹透镜 根本不可能点燃火焰 当然被称为天才妖术师的克罗姆早就知道这点 就在他将头套护到身下的时候 已经把泪水和汗水滴入镜片 将其改造成了凸透镜 现在需要的只是一点时间 而这个任务自然是交给了嘴炮王 换凭借一套障眼法和三寸不烂之舌 惠悠的马骨马不敢妄斗 有了同伴的帮助 克罗姆重新振作 终于在对方身上燃起了火焰 然后一击重当 成功打败马骨马 这次的胜利意味着最后的赢家 必然属于科学王国 不过到底是哪位选手就不一定了 本来只要迎来认输 克罗姆和琉璃就能终成眷属 谁承想他突然中二欣喜 想起了当村长的种种好处 非得和千空争个高低 结果遭受了千空的致命打击 更绝的是最终决赛中 克罗姆恰巧体力耗尽晕晕了过去 于是获胜者就尴尬地变成了千空 虽然有些懵逼 但想到银血流离就能够掌控村子 他二话不说直接答应 可一想还得办婚礼这么麻烦 于是 达成史上最快闪婚闪离的成就 千空高兴着抱着战利品一溜烟跑回基地 接下来只需要将素材混合 就能制出万能药 一天过后 本岸碳酸水和碳酸氢钠全部准备完毕 随着千空加入最后一种药剂 缓岸类药物终于完成 来不及高兴 连忙赶到村里让琉璃服药 而等待基地的幻也收到了心心念念的可乐 千空仔细检查 发现琉璃有肺积水的情况 再加上检查村里老鼠尸体的肺部 几乎可以确定是细菌所致 但即便是万能药 也不可能杀死所有细菌 如果琉璃得的是肺结核 以现在的条件基本无药可救 就在这时 西瓜慌张地带来一个坏消息 琉璃服药过后竟然咳得更加严重了 众人都有心忡忡 可千空却反倒放下心来 琉璃的症状完全符合肺炎炼球菌的特征 是细菌座最后挣扎的症状 很快琉璃的病情彻底痊愈 千空因此得到村民的承认 正式成为石神村的村长 首次得知村庄的名字 竟然和自己的名字一模一样 千空突然想到什么 而琉璃此时也找到他 说出了部落隐藏千年的秘密 原来他女巫代代流传的百物语中 第一百个故事就是有关千空的 里面记录着千空小时 与父亲百叶的共同经历 那时百叶一心梦想当宇航员 却因为游泳考试不及格落选 于是第二次选拔机会来临时 千空手动为他制作了一套 练习游泳的电机服装 虽然没什么用处 但想到儿子的付出 他还是坚持游赛来通过了考试 并于五年后成功登上太空 在那里结识了其他几位同伴 分别是歌星莉莉安 黄发帅哥沙米尔 双辫子可妮 短发妹及其老公雅科夫 六人在太空站中迅速熟悉起来 直到有一天绿光降临 地球上的人类被全部石化 身在宇宙的他们却幸运逃过一劫 联络不上地面 六人意识到情况不妙 监控器上传来的画面让他们明白 地球在那一瞬间遭遇了什么 事到如今已经无法逃避 百叶决定返回地球 以他们六人之力拯救下面的70亿人类 他通过互联网的停止时间 推测出石化光线是从南美洲向四周展开 于是将着陆点定为地球对应的另一面 日本 还没成家的沙米尔 可妮还有莉莉安组成先锋队 首波抵达地球 好消息是没有被石化 坏消息是他们偏离目的地 降落在了海面上 舱里的氧气只能维持9个小时 眼看伙伴生命危在旦夕 百叶立马启程 降落在最近的荒岛 划着木筏去支援 十个小时后六人都安全上岸 面对人类都化为实相的残酷现实 大家没时间悲伤 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 转眼三年过去 达利亚夫妇生了两个孩子 可妮和沙米尔也修成正果 百叶坚信 总有一天天空会醒过来 肩负起拯救世界的使命 到那个时候 他一定会需要伙伴 而他们能做到的 就是将希望延续下去 只是病魔来得猝不及防 肺炎带走了可妮的生命 达利亚夫妇为了找药冒险出海 却再也没有回来 不久之后 沙米尔也因为丧妻之痛患病去世 此时世界上只剩 百叶和莉莉安两个大人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太空战也解体坠毁 为了给子孙们留下文明的火种 百叶把各种常识 编成了一百个小故事 组成了百物语 故事讲完 众人久久回不过神 也就是说 石神村的所有村民 都是那六位宇航员的后代 还好千空和百叶没有血缘关系 否则他们得叫千空老祖宗了 趁着大家喝酒狂欢 琉璃带着千空来到一片墓地 百叶他们就长眠于此 而在临死之前 父亲给千空留下了一段遗言 相信他在伙伴们的帮助下 一定能够再次创造文明 父亲的支持让千空难过之余 也更加斗志昂扬 只是没想到 敌人来得如此迅速 银狼还在抱怨加班时 一群肌肉大汉猛然出现 率先发起了攻击 这几个杂鱼不足为据 难对付的是其中的强者冰月 一把长枪使得出神入化 等大家赶到时 银狼已经重伤 快要摔下吊桥 眼看同伴小命不保 千空当机立断 立刻在铁管里装满沙子 然后将谨慎的火药盖到表面 马公马难得配合 在天空点燃引线的那一刻 同时将石头扔向山崖 火光和石头的响声 让敌人以为村子做出了火枪 吓得连忙撤退 银狼也顺利得救 敌人肯定会再来偷袭 但千空知道 为了防备火枪 换一定会诱导对方在大丰田进攻 所以他们还会有时间做准备 比如给近视的银狼来上一副眼镜 或者制造点让卡斯基老爷子兴奋的东西 不出千空所料 几天后伴随着呼呼的大风 私帝国的军队再次袭来 而科学帝国早已等待多时 就在敌人逼近的瞬间 村民们手持武士刀闪亮登场 在武器的绝对压制下 壮汉们第一次体会到了科学的力量 小弟们如此废柴 兵月决定亲自动手 他使出绝招 灌流枪术 村落的几人瞬间落了下风 眼看琥珀就要被长枪捅穿 枪头却突然断裂 原来幻早就在冰月的武器上动了手脚 失去兵器 战况瞬间反转 但冰月却依然断定 原来刚才的战斗只是阳宫 真正动手的人已经完成了任务 千空意识到不妙 扭头一看 身后的村庄已经变成一片火海 纵火者正是眼前的粉衣少女艳 他身手敏捷是冰月的得力助手 几个纵跳便轻松突破包围 千空无奈 只能带着大家撤到科学基地 而这正是冰月的目的 一旦趁乱抓到人质 他们就赢了 关键时刻 西瓜以身作耳引走敌人 还一路逆风 带着壮汉们直奔温泉地带 中途果然撞上硫酸壶出来的毒气 眼看就要遭殃 千空和琥珀带着防毒面具及时赶到 一把将它拉上了树枝 后面的敌人有样学样 也跟着跳上了高处 然而没有面具保护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人大摇大摆地走开 村庄已经开始重建 但死很快就会知道 没有硝酸 科学王国根本做不出火药 所以他一定会召集军队大举进攻 然而这次千空决定先下手围墙 制作出人类200万年来的最强武器 移动电话 有了它就能里应外合颠覆战局 而卧底自然是早就打入内部的大树和小杠 当然以现在的技术制作手机简直难如登天 但千公相信 只要按照步骤进行 一切都不是问题 四帝国手卧复活液 为了加大人力优势 一定会拖延时间 再加上冬季湖水结冰 不利于发动猛攻 所以他们绝对会把春天作为决战时刻 时间紧迫 科学帝国立刻展开研发 所谓声音说白了就是空气的震动 如果对着震膜发声 就会根据节奏产生微小的电流 通过真空管放大后 只要将其绕着一个地方不断循环 就会变成能量波扩散到各处 而接收方只需要将方材的步骤倒过来 再做一遍就能听到声音 原理听起来简单 真的动手却是个大工程 然而要做的第一个东西却是棉花糖机 它的主要用途是制作金线 因为金块太过贵重 得先拿棉花糖练手 经过一番折腾棉花糖新鲜出炉 甜蜜的味道瞬间征服了所有人 原始社会吃上棉花糖 这些人们也是有福了 就连监视它们的燕也被千空的美食所诱惑 忍不住真香了 但棉花糖上的凹痕代表它们的手艺还不合格 在实操之前必须解决到这个问题 很快千空发现在人力拉动绳索的瞬间 会因为减速产生凹痕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齿轮应运而生 琥珀的盾牌和卡老爷精湛的手艺包了大忙 不仅效力提高 制作出的金线也完美无瑕 不过接下来的任务只能靠人力 琥珀他们需要将细细的金线搓成铝 至于长度大约从这里到那座山那么远 好在千空当上村长不缺工具人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金线越搓越长 克罗姆和老爷子秘密制作的水车也终于完工 千空的内心一片震惊 没想到只是看见齿轮 克罗姆便能举一反三坐到这种地步 而水车的出现意义巨大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水力发电厂震撼登场 科学王国也正式进入动力时代 但想要便捷应用就需要用到电池 只见千空将两块千板进入硫酸 当电流通过时就会自动储存 这样一来 1.0板电池便就此诞生 手工组没时间休息 千空马不停蹄 又开始制作3.0板鼓风机 有了它就彻底解放了劳动力 金狼银狼可以安心备战 村民们也能控出人来专心被动 与此同时 对2.0板灯泡的研究也提上了日程 之前竹纤维灯丝只能支撑几秒钟 因为通电后灯刺的温度会上升到2000度 所以要用玻璃替代强力胶进行补墙 但这可是个精细活儿 就连卡老爷子也屡屡失手 直到秋去东来 大家都换上了后衣 他们用水银抽空了里面的空气 灯泡才制作完成 当天夜晚 千空召集大家来到一棵树下 说要送大家一件圣诞礼物 但随着飘荡的雪花 他按下了手中的开关 下一秒 树木被亮光笼罩 大家都沉浸在这绝美的景象中 四日一大早 克鲁姆就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 决定带着灯泡去洞穴探险 寻找更稀有的矿石 至于千空自然是继续进行科学研发 这一回他要制作的是真空管 简单来说 真空管就相当于手机的心脏 能够改变和增强电流的流向 有了做灯泡的经验 真空管很快便出去雏形 但还是在最后的环节出了问题 千空打算通过零燃烧的办法消耗空气 可连接线受热膨胀 虽然只是几纳米的位移 但这就导致了玻璃被冲破 一筹莫展之际 克罗姆恰好返回村庄 带回了许多的铜矿 用铜做成的连接管完美解决了膨胀 大家才刚松一口气 却又有新的问题 竹纤维制成的发热丝根本无法承受高温 瞬间便烧成了灰烬 那么需要寻找更合适的材料 夜空下 其中一块发光的石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千空解释 这叫白乌矿 经紫外线照射就会散发蓝光 最重要的是 用它制作的乌丝是宇宙最耐热的金属 千空决定由克罗姆带路 到洞穴里采集更多的白乌矿 而马古马因为力量值满点 也跟着他们一同前往 洞穴中 千空和马古马不小心踩上了云木层 两人一起掉进了洞里 克罗姆试图往坑里灌水 好让他们借助福利游上来 不过只用瓶子得等到红年马月了 千空受到启发 让他把防毒面具的管子连接起来 利用红锡原理使湖水倒灌 方法果然有效 没过多久 湖水就淹到了两人的脖颈 但千空身体瘦弱 根本没法抵御水中的寒冷 也许是不打不相识 马古马放下仇恨 主动将千空举在头顶 抛到了地面 经过这么一遭 三人总算是达成和解 也顺利找到了一大块闪着亮光的矿床 在岩浆的加热下 地下水会流进岩石的缝隙 其中的各种成分融进周围的石头 就会形成不同的矿石 而这无疑是天然的宝石箱 三人合力开采 满载而归 等他们回到村子的时候 还有一份礼物在等待着千空 原来今天是千空的生日 早在几天前 浅乌焕就联合其他伙伴 为他精心制作了望远镜 如今已经获得了乌矿 下一步除了继续制作真空管外 还要研究塑料 话筒和电线 只要聚齐这四种零件 就能够做出电话 当然目前最紧要的还是制作灯丝 想要提取出矿石中的污元素 得先将它砸成粉末 用氢气还原 然后放到高达1000摄氏度的炉子里加热 想到千空之前的叮嘱 克罗姆灵光一闪 把之前所有的发明都通通用上 终于经过一夜的努力 克罗姆的加热装置组合完毕 接下来科学王国全员出动 先是将污粉压成长条 然后在水中放电 等生成氢气后再搭配高温 能制作灯刺的污就诞生了 现在离制成移动电话只剩一步之遥 接下来就是塑料了 千空腾出手来 开始和克罗姆一起着手研发 他们首先将木材蒸制的液体煮沸 冷年后倒入热腾腾的桶里 完成了福尔玛林 随后只要将它与碳灰和氢氧化纳混合 便能制成人工塑料 刚好孩子们做电线也需要煤炭保暖 千空吩咐金狼等人上山采煤 自己则留下来打造出了第一个暖炉 烧尽的煤灰可以拿来制作塑料 也算是一键双雕 浅欧换咸的抠脚 千空递过去一份说明书 给他安排了制作猛电池的工作 换那边嗨翻天 千空三人也没闲着 他们把酒桶烧的粉色颗粒 和烤过的海藻混合 一同放在热水中融化 最后形成了一种叫螺氏盐的白色结晶 它能将声音转变为电流 贴到塑料扩音器上就能够组成话筒 时间一天天流逝 在全村人的努力下 塑料和电线率先完成 真空管和话筒也紧随其后 纸上的图标被一一点亮 最强武器移动电话终于诞生 不过只有一台可不够 大家还得再爆肝一回 他们将电线延长制成固定电话 听着话筒里另一端传来的声音 村民们目瞪口呆 千空给他们解释原理 可说着说着 突然发现村民竟然知道话筒这个词 琉璃告诉他 在百物语中有一种叫话筒的蜜蜂 只要将伪针扎进墓碑 就能够发出死者的声音 千空忽然想到了某种可能 他连忙跑到后山的墓地 在打碎父亲的墓碑后 果然发现另有乾坤 在联系刚才的线索 千空确定 眼前的圆盘就是父亲留下的唱片 大家立刻拿来之前制作的齿轮 还有缝衣服用的古针 组装成了简易的唱片播放器 千空将指针放到圆盘上 终于听到了那穿越三千多年的问号 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文明的礼物 已经消失了三千多年的歌声 莉莉安天籁般的嗓音响彻在众人耳边 仿佛带着他们回到了千年前的世界 游戏 电视 漫画等各种有趣的娱乐项目 虽然已经消失 但千空相信 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次绽放在这片大路上 一曲完毕 所有人热血澎湃 更加干净十足 而大树和小杠的登场 也代表双方吹响了决战的号角 作为一部剑走偏锋的科幻片 十纪元也算是硬核科普了 即便没有精彩的打斗 也依旧让人热血沸腾 一起期待第二季吧 感谢观看